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星爷才是真正的明星制造机 相信不少观众看到西游小猫片中 猪八戒猪刚烈都会被他脸上的油光所震慑 虽然猪刚烈戏粉不多 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但他的这副形象至今让人无法忘记 还被外界誉为最帅猪八戒 求你和我说一句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个经典角色的诞生竟是个意外 饰演朱刚烈的演员名为陈炳强 原本是剧组的厂户 当时星爷为朱刚烈面试很多人 但都找不到合适人选 后来周星石在片场注意到了 陈炳强被他出色的外表吸引 当场就让陈炳强饰演朱刚烈 这位小帅哥 小孩你过来 然后星爷怎么办 他说你长得这么帅 你可以干点别的 干你想做的事 面对星爷的肯定 陈炳强心里也是十分惶恐 毕竟这个角色是有京剧功底的 自己什么都不会 而且也没什么演习经验 生怕辜负了周星石的期望 或许星爷也看出了他的担心 一直在鼓励陈炳强 不仅找专业的京剧老师教授 还手把手指导如何表演 跟他一起在身边合作 演戏要好 他都是手把手的交往 他希望我做得更好 而陈炳强为了做出更好的效果 也很努力 其中有一场与舒奇的打戏 因为经验不足 陈炳强恩基了十几次 脸都被打肿了 他又没有一句越言 电影播出后 陈炳强凭借朱刚烈一角 火了起来 他也如愿踏上了演艺道路 对于星爷的提拔 陈炳强铭记于心 每当谈起星爷 都会说是他一辈子的恩人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所以他就是我一个恩人 此外 葛行宇饰演的孙悟空 也是非常经典的 他的孙悟空造型 可以说突破了固有的限定 甚至还有一些恐怖 而为了形成这个反差 周星驰在挑选演员时 也格外谨慎 因为这个角色 星爷面试了近百万演员 最终才选定了葛行宇 葛行宇从小开始学习武术 曾多次获得国际武术比赛冠军 星爷对他也是连连赞赏 别看格行宇当时只有12岁 但很能吃苦 拍戏时正值夏天 而他要每天都戴着厚重的头套 坚持几个小时 甚至喝口水都困难 实在让人看得心疼 不过相比这些 让人更心疼的还是他的身世 格行宇的爸爸在他5岁时去世 因为长得不好看 母亲在婚后不愿带他生活 全靠爷爷和叔叔养大 好在格行宇没有自暴自弃 练好武功后 为减轻家中负担 尽到了影视权发展 也就是在这儿 遇到他一生的伯乐 在西游祥谋中 凭借凶猛的猴子 格行宇迅速走红 慢慢的也有导演找他演戏 出演了很多部作品 偷袖威龙中 记忆极差的化学老师 与星爷对析这一幕 无疑是港片中 历史性的搞笑场面了 事业这个角色的名为曾经荣 曾经荣曾是一位普通语文老师 因为口才很好 还被香港多档生活类电视节目 邀请做主持 不过曾经荣真正被更多人熟知的 还是在周星驰电影中 桃雪威龙中的化学老师形象 可以说演得唯妙唯笑 六十多岁了 依旧不失幽默搞笑 接着在桃雪威龙三中 他又摇身一变 变成了法证人员 在千王之王2000当中 曾经荣再次在里面出演了林博一局 与星驰这场争夺四角蛇的场景 每看一遍都让人忍俊不禁 此外曾经荣还曾出演过 《行愿一条龙》的尖熟 《生死关》的二叔公 以及《寄宫》中的财神 尽管戏份不多 但都是非常出彩的角色 遗憾的是2011年 曾经荣因病去世 享年85岁 1992年 周星驰凭一己之力 帮一位三级片演员脱离苦海 他就是徐锦江 在《鹿顶记》中 徐锦江饰演的敖拜 衍生心力 武功高强 目中无人的一代奸臣 与周星驰饰演的 华头伟小宝 情城鲜明的对比 也是这个角色 让他成为了反派专业户 事实上 徐锦江竟演艺圈 纯属意外 徐锦江是东北黑龙江人 从他爷爷到父亲 全部都是医生 父母自然也希望 他能够继续传承家族衣钵 但徐锦江偏偏喜欢画画 所以他就报考了 广州美术学院 还扮入了观山岳的门下 成为其入室弟子 毕业后 他独自到香港办画展 但没什么名气 无人问津 差点走投无路 为了生存 经过导演麦当雄的介绍 徐锦江走进了娱乐圈 而90年代 三级片处于鼎盛时期 导演就为他 打造了一部色情男女 玩意世家出身的徐锦江 自然不会答应 但在高额违约金的压力下 徐锦江不得不低头 就这样 凭借这一部大尺度电影 徐锦江被奠定了 三级片之王 虽然成名有钱了 但徐锦江的家人 却接受不了 甚至要跟他断绝关系 我出影集 我出道姓 我妈妈 就怕我妹妹的朋友 都知道她哥哥 为什么要脱衣 要被全部人 所有旁边的人 看我脱衣衣 就在徐锦江 进退两难之时 周星驰的出现 打破这一局面 因为在筹拍 录顶尽时 敖拜一决 始终找不到 合适的人选 一个偶然的机会 周星驰发现 徐锦江 与历史上的敖拜 极为相似 于是立即向他 发出邀请 而徐锦江 也没有让星爷失望 剧中的敖拜 不论是对白 还是打戏 都被徐锦江 塑造的入目三分 后来又在 《九品之谋》关中 徐锦江饰演豹子头 其中他的这一句 我全都要 一度被广为流传 正是凭借周星驰 为他塑造的这些角色 才让徐锦江 鲜鱼翻身 才能让一个 限制级演员 成功脱离酷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